去上班前 过来看看你 去上班前 过来看看你 吃过早饭了吗 没呢 那要不要我陪你吃个早饭 要 你还想不想回北京了 我听你的 要不然我给你租一间公寓吧 你一个女孩子老住酒店也不好吗 你不要心理负担那么大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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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有收入 可以让我继续在这儿生活下去 我也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呀 你总住酒店 又做不了饭 老乔外卖对身体也不好 我住酒店还是住公寓 我都嫌 因为 你说你心里有我 我回来了 老婆 你怎么不等我回来 来 给我 我来装 家里什么东西是你装好的呀 净说大话 真是啊 咱们家一样样都离不开你 妈妈 陪我玩奥特曼 妈妈这不在装桌子呢吗 一会儿陪你玩好不好 儿子 抱你一会儿 都装不上了 别捣乱啊 自己玩 自己玩一会儿 别生气啊 别生气 我上次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查查你想怎么做又怎么做 家里的钱你想怎么花又怎么花 我都支持你 我 我支持你 我也支持妈妈 许子言和爸爸一起支持妈妈 好不好 好 行了 你也累一天了 就换身舒服的衣服吧 好 那我就换衣服 别生气了啊 儿子 把把洗完澡 陪你玩好不好 你是不是把妈妈的这个螺丝都偷到这儿了 你是不是把妈妈的这个螺丝都偷到这儿了 老公 他靠着不eled啊 来 让开儿手 那我处想什么 我刚接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上次我一直谈的那家酒店 你记得吗 他们要换供货商 说可以把我的空山茶 放在酒店的客房里 如果这条销售渠道稳定 那我就真的可以 帮你减轻压力了 特别好了 我相信你 你是最棒的 我赶紧跟村长打个电话 让他把货被租了 好 天哪 这房子也太大了 快看看 喜欢吗 那还有厨房呢 以后我可以给你做饭 天哪 这房子我太喜欢了 会不会太浪费了 我会 你喜欢就好 你踏踏实实住着 我付了一年的房租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这儿是不是离你公司也很近啊 那我就可以经常见到你了 是的 今天九点之前 我必须得走 好吧 好 吃饭了 马上就好 你也太厉害了 怎么什么都会 我也是边看边学 我就喜欢看你的手 手有什么好看的 因为她能设计出最好看的叶环 因为她能设计出最好看的叶环 没有人驯服过你们 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 你们就像我的狐狸过去那样 她只是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的一只狐狸 但是我现在已经把她当成了我的朋友 于是她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 如果你要驯服一个人 就要冒着掉眼泪的危险 一旦你驯服了什么 就要对她负责任 永远的责任 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要了 你不想要求你 对吧 我说你能不能够抢 我方想要不够抢 你不想要不够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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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要不够抢 你会想要不够抢 你不够抢 你不够抢 你不够抢